来到星期二,依靠介绍几场球给大家参考 我头关会选择星期二第三场的班士利主场队巴拉福特 这些英甲赛事实说,主不主场都不用看得太重 事实上我试过实力 说真话,这些球队没什么看过 不过都经常有买下去 穿下入球大小,或过关主客和 今场我先说说,我选择个让球主客和的主队性 有两倍,如果过关也有赔率乘乘 为何这么说呢? 说真的,入球大小,2.53球我都想过 不过我认为万一是三个就很少 四个也不是赔率很漂亮 如果出到四球出来 所以我认为万一是三个就选择 不要这一格 我直接选择让球主客和主胜 有两倍,解释一下 为何会这样选择呢? 先看看他们的近况 这队球队巴拉福特 实际上,他最近竹总盃 他都可以赢四个 其实他的攻击力一定有 如果预设对方是弱女 他都会尽量争取入球 以及看回事实上 他有时都一比零收工 但我看这场球就不迟了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他的对手 他对手来说 本身这队巴拉福特 识球数字都很大 尤其是英錦杯上一队奥咸 他都失四个 他作客本身来说 识球数字是多的 再看看他们现在的分组 不过这些分组 不是欧联欧霸的分组 但是可以看到 目前来说 巴拉福特表面上只有2分 我想他自己的联赛是榜尾 下到你这些都会拼搏的 不然你拼搏就对了 本身你防守力差 你才会拼得这么大 班士你现在都是5分 他也要赢 他赢了 我们不说他绑不绑手 但他赢得你 就不像一粒 因为巴拉福特这些下去 如果输了 也会被人数 所以我这场球 我回想一下 综合一下彩词 我觉得 玩个让球主合 赢你不像一粒 希望有两倍可以过关 也不像一小时 好 好 嗯 好